有撞到嗎 左轉燈亮 公車正在轉彎 前方斑馬縣一名阿嬤還在過馬路 雖然看到公車逼近想加速跑開 但仍然被擦撞倒地 撞到人 撞到人 事情發生在台中西區 公車沒注意到行人 並未減速 幸虧左轉剛起步 車速不快 驚險擦撞 幸運沒有被公車碾過 阿嬤手交骨折 送醫急救 陳女衛衣耗製闖紅燈穿越道路 揚男衛衣規定禮讓行人 另一起事故發生在台中南屯 凌晨三點多 閃燈耗製路口 兩台轎車都以為沒車 駛過路口沒減速 因此誤撞 他們速度偏快 突然咻 然後被撞 白色BMW側面板筋被撞的Y7扭8 另一台Toyota車頭全毀 20歲男駕駛表情痛苦 坐在地上左肩受傷 救護人員緊急救治送醫 閃燈入口 一台閃黃燈沒減速 一台閃紅燈沒有停讓 這下人車雙雙掛彩 記者王俊傑 陳廣瀛 陳真茂